大家好 我是李方 修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中国自古以来呢 都有着规矩的说法 对于中国人来说 有家的地方必然就有家规 老话常说 无规矩不成方圆 可是现在呢 很多父母却丢弃了古训 教育孩子丝毫没有原则 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殊不知没有家规 培养出来没有规则意识的孩子 最终害的是谁呢 就是自己的儿女 中国自古被人们称之为礼仪之邦 从古到现在 那些口口相传的家规 不仅是礼仪 更能体现一个人的教养 家规不仅有规范作用 更是对人们的言行举止都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家规 正是一个家庭的无价之宝 感谢您收看 这里是文化视野 我是李方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订阅点赞来支持我们 首先呢 来说一说餐桌的家规 第一 家人一起用餐的时候 家中的长辈一定要坐正中间 夫妻一般是挨着坐 其他人呢 依此而坐 受宠的小孩可以坐在长辈的身边 但不可高于长辈 再有呢 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和乐融融 但是呢 如果长辈不动筷子 晚辈可千万不能动 吃饭的时候不要巴打嘴巴 要闭上嘴巴细细地咀嚼 喝汤的时候呢 也不能发出稀溜稀溜的声音 筷子呢 这个时候是不可以立在饭中 这象征着上香 不能用筷子敲锅碗 有乞丐之嫌 吃饭的时候呢 双手都要在饭桌上 手要扶着碗 万万不可一只手搭了在桌下面 饭桌上 如果你坐定了就不能再换 端着碗乱跑 那寓意着你是要饭的 负责帮客人添饭时 切记不能说 还要饭吗 吃饭呢 不能用牙齿咬筷子 吃饭也不能满盘子乱挑 只能加眼前的 那么去别人家里做客的时候就更要注意了 主人动筷子之后 客人才能动 倒茶呢 也不能倒得太满 大概七分满就可以了 虎嘴呢 记住了不能对着人 再来谈一谈生活上的一些家规 第一呢 不能不称长辈为您 不能说你 第二呢 不要抖腿 古人常说 男抖穷 女抖剑 不能当众大呼小叫的喳喳呼呼的 也不能压着别人的肩膀 还有呢 站着的时候呢 要站好 不能倚着门 说话呢 不能太大声 有客人在的时候呢 记住了不能扫地 还有呢 看人要正眼 而不能斜着眼看人 当给别人递剪刀的时候 记得 剪刀的刀柄要递给对方 不能用剪刀的尖递给对方 出门的时候要注意 跟长辈说一声 回家的时候呢 也要跟长辈打个招呼 报平安 免得长辈担心 那我们穿衣服的时候呢 不要求多么的华丽 名贵 但是要注意 必须要整洁 见到长辈必须要起来致敬 不站在马路上长久地在那里高谈阔论 走路的时候呢 步履要稳重 挺胸抬头 目视前方 不可以驼背 入狱有人问路时应当详细地描述 向别人问路的时候呢 自己则必须要表示感谢 如果遇到老弱妇孺 许让路让坐 再来谈一谈访人的家规 敲门的时候呢 应节奏缓慢 一般先敲一下 然后再敲两下 切记不可急促地当当当地去敲门 急促拍门 这属于报丧 站立在门外轻轻地扣门 主人让进入的时候方可进入 发现室内有别的客人呢 那主人介绍之后需要一一治理 离开的时候呢 也是要一一地告别 发现室内有别的客人呢 切记不可就坐 有事情要谈 请主人到别的地方进行谈话 主人室内的信件还有书籍 还有其他的东西 切记不可乱翻 去别人家里做客 切记不能坐在人家的床上 做客呢 不能去没有人在的房间 谈话时记得要细心地倾听 眼神要专注 如果看见主人打哈欠了 或者看时间看手表 这个时候呢 必须要提出告词 饭点跟睡觉的时间 切记不可以去访客 还要最后来谈谈处事的家规 切记不可以说人家的短处 不要炫耀自己的长处 家庭琐事 切记不可向外人告知 说话要三思而后行 如果面对失意的人不能说得意的话 面对年老的人 切记不可说丧气的话 切记交浅延伸 与人绝交不诋毁对方 不侮辱别人 不开别人的玩笑 见到残疾人 不可以取笑 必须格外的恭敬 看到受苦受难的小贩 切记不可占便宜 对别人施恩 不要整日地挂在心上 要求回报 受到别人的恩惠 切记必定要报答 遇事要镇定 自己做不到的事万万不可成能 遇事要用理智来思考问题 不可感情用事 瓜田不纳缕 理下不正观 切记必闲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自己不愿做的事情 切记不可推给别人 但凡是需要请教他人的事情 必须要登门拜访 以上这些都是咱们大中华的老家规 一个人的礼仪素养都在家规中方可体现出来 好的家规是一个家族兴旺发达的根本 能教育出一代代出色的子女 好的家规更是文化的传承 影响着当代 更深深影响着子孙后代 好的家规才能塑造出好的家风 好的家风更是一个家庭当中的无价之宝 愿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都能拥有无价之宝 好 这次就聊到这里 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喜欢 请记得订阅点赞支持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